尼捷拉瓜宣布與臺灣二度斷交 轉向跟中國建交後 美國總統奧德加受訪時 頻頻對中國示好 也強調歐美國家不應忽視中國 而中國國台辦昨天還放話 要我國剩下的邦交國 認清大事早日站到歷史正確的一邊 學者就分析 海地 史瓦地尼 教廷 以及洪多拉斯 都要特別關注雙邊關係 尼捷拉瓜宣布 與臺灣二度斷交 轉向跟中國建交後 頻頻對中國示好 尼國總統奧德加 最近發表挺中言論 讚揚中國已成為世界一流的強國 歐美國家不應忽視 對於美國以侵犯人權 對中國實施制裁 奧德加指控美方舉動荒謬 也反嗆美國很快就不再是世界最大經濟體 尼捷拉瓜國內對再次與臺灣分手 出現正反議論聲浪 我認為他對中國有所謂的事 尤其中心的問題 尤其中心的問題 不過尼加拉瓜才剛與中國建交幾天 又獲贈一百萬劑新冠疫苗 其中二十萬劑中國國藥疫苗 已經抵達尼國 不過目前剩下十四個邦交國 學者分析 海地 史瓦地尼與教廷等 可能會有狀況 宏多拉斯的動向備受矚目 中國國臺辦也放話 要這些友邦認清大事 尼加拉瓜國會十四號緊急通過法令 尼國總統奧德加已簽署取消 與我國自2006年簽訂的 自由貿易協定 FTA 並且只給大使館人員兩週 撤館時間 要求我方外館人員 在二十三號聖誕節前撤離 外交部也以相應通知 尼國駐臺大使館人員 在相同期限內離開台灣 公司新聞政委人中建綱編譯